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和推广 以及得到了中央政府的一个高度肯定 因此呢 数字货币迎来了一波大幅的上涨 最高涨幅接近40% 那么我们很多人想要问一下 就是区块链的技术和数字货币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是不是呢 比特币又可以迎来大幅的一个买入的机会 很多人呢 在昨天其实是看空比特币 在一万美金整数大关的 因为从历史角度来讲的话 一旦中国政府提倡区块链 那么往往都会打压数字货币 因为两者呢 并没有完全一致的一个相关性 比特币呢 或者其他的数字货币 只是作为区块链技术上的一个延伸和拓展 以及或者是一个应用场景而已 但是区块链技术本身呢 很多人对它比较模糊 我们这里比较简单的解释一下 区块链呢 其实就是一种分布式记账的方式 什么叫分布式记账呢 比方说我们家里 大家一家三口想要记个账 从小的时候呢 我们父母一般都是母亲记账 那母亲记账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 那会不会有一些小的偏差呢 会不会谁有一点小私放钱呢 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会存在一点点的信任关系 因为你的账本呢 都是放在一个人的手里 包括公司的记账 都是会计一个人在做 很多时候呢 会计犯了错 或者是做了一些假账 坏账 那可能作为公司的管理层并不知道 那么这个时候呢 区块链出现了 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比方说还是一家三口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一家三口 咱们父母和我们自己都是在做记账的 那么大家一起记这个账 这个时候呢 就没有一方敢去出错 因为一方出错 另外两方呢 都会及时的纠正过来 其实呢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 理解区中心化的一个概念 那么除此之外 如果是数次货币 大家不敢大量的买入 反而要做空的话 那么其他方面 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到底是 通过哪些方式去购买比较好 其实呢 我们说伴随一家公司成长 这个是对一个新技术最好的一个支持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看到的就是之前推荐的 美国方面的像Visa公司 还有Facebook公司都是在区块链技术 包括输入货币领域 有极大的一个应用 那么中国方面的话就是阿里巴巴 这些在美国上市的科技类的公司 或者是金融科技类的公司 包括互联网类的公司都是在此领域有一定的耕耘 在过去的几年里面 尤其是阿里巴巴的股票最近呢一直徘徊在 下方是180 170美金左右 上方呢 190美金左右 今年呢 一直在这个区间里面上下震荡 而双十一又马上就要来了 阿里巴巴呢 同时又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云计算公司 我们知道对数字货币或者是区块链冲击最大的 那么就是量子计算的一个应用和实施 所以呢 阿里巴巴呢 目前是在大部分的中国科技类的公司里面 在云端计算以及数据处理里面是最有优势的 目前呢 股价呢 在过去我们看到都是双十一之前 往往呢 大家都会进去布局 所以呢 离双十一还有大概两个星期不到的时间 美股呢 在GoMarks也是可以交易 我们同时也是上线了阿里巴巴 如果是大家感兴趣的话 那么在晚上呢 交易时间是十二点半的时候 美国股市开盘 大家可以去尝试的挂单或者是买入一点点阿里巴巴 那么除此之外呢 昨天还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就是纳斯拉克股票指数创出了历史新高 突破了八千一百点 很多人呢 在这个时候就会去对比自己的super啊 是不是赚钱了 或者自己的养老金啊 自己的基金啊 是不是回报比这个上涨幅度要大一点 那么我们看到今年的现象就是巴菲特为首的 一些比较传统的基金管理公司或者基金经理 在今年并没有跑赢大盘 甚至在过去的十年一个平均值 依旧是跑输了 跑输给这个美国的股市啊 股指大盘 像巴菲特的公司啊 这个保险公司在我们楼上啊 我们是二十二楼 那么楼上二十三楼就是他们的公司 我也经常啊 上去转一转看一看 那么他们呢 其实在今年的表现并不是很乐观 今年的回报呢 跑出大盘百分之九个点 所以呢 很多人就质疑巴菲特在过去的一个长达十年啊 近十年的投资能力有所下降 其实呢 这个也怨不得他 在过去的十年 包括在现在来看的话 包括昨天美国股市道雄斯股指并没有创出历史新高 反而是科技类的 纳斯达克是一路在高涨 所以呢 在不同的时期 不同的历史阶段里面 我们要及时的根据当时的一个情况 去调整自己的投资策略 那么在未来呢 依旧是这样的 传统的行业 它本身呢 会有一个相对比较高的瓶颈 比方说消费类的 虽然呢 最近消费类的企业并没有一个衰退期 比方说Coswell Wolfs 但是它本身呢 是有一个比较成熟的估值系统 那么Cos的股价也不可能从15块涨到30块 但是科技类的 生物医药类的 就有这种可能性 存在这种机会 所以呢 它放弃了一个高成长的行业 或者是放弃了高成长类的企业的一些股权投资 反而呢 大部分的时间专注于比较传统和保守的 市场比较成熟稳定 具有垄断性质 那么大家呢 就像澳洲的四大行 拿一些比较固定的股息分红 那么股价本身呢 给我们带来的收益是比较弱的 所以呢 成长性和保守类的成熟的投资 在未来长达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面 这样的一个投资周期啊 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化 那么澳洲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面 澳洲200指数呢 大盘是平均回报13.1% 我们可以看一下自己的养老金 是不是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面 平均啊 是13.1%的一个回报 如果低于这一点了 那就证明了巴菲特之前打的这个赌 98%的基金管理公司啊 或者基金管理人 他在长期的一个周期里面会跑出大盘 所以呢 我们交着高额的一个管理费 还不如大家呢 去尝试把自己的养老金拿出来 自己做一些打理 投一些指数类的啊 包括澳洲200 包括美国的纳斯达克 甚至呢 可以自己匹配一点黄金 作为一个风险上的抵消 那么我们也支持啊 非常支持大家去用养老金 来做一些自己的投资 在GoMarket做开户交易 今天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啊 基本面没有太大的一个消息这样的变化 那么脱欧英国方面呢 也是延迟至1月份 那么目前英镑和欧元呢 表现也比较平淡 本周呢 还有一个周四晚上的美联储讲话 将会对市场表现比较剧烈 那么周五的飞农也会从经济数据继续支持 或者是不支持美联储在周四的晚上的讲话 未来呢 依旧是有可能出现分化 因为目前的资金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呢 是对黄金的追逐比较大 大家预计呢 未来美国会出现经济衰退 这个信号越来越明显 但是另一部分资金呢 认为消费类的行业 包括医药保健类的 在未来的10年或者是短期的5年 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因此呢 带动着美国的经济 和美国的股市继续创新高 所以呢 未来出现分化的风险越来越高 我们要注意目前手里的投资 要合理的去搭配投资的组合 以及分散自己的投资风险 不要过于集中在单一的产品里面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我们在11月24号呢 在格伦维里有一场大型的讲座 年终的 目前的报名人数 我们预计呢 会在350人左右 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提前在我们视频下方 进行点击报名 那么其他的活动也是在下方有详细的一些介绍 包括悉尼 其他城市的 大家感兴趣 即使和我们沟通 我们的报名电话呢是03-8658-0603 还是设定是3-0603 你 eyelid不未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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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 Jaw 昨日 在 zo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